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607集 万众炼火 天神魂 斗手了 白脚船心绪起伏 他无法不振奋呢 对他而言 如今天道原因是唯一之路 若走不下去 他的长生之道也将中断 而眼下 他已经具备了四个天人魂 只要再找到一个天人金魂 他就可以五星完整 借助五星天人魂突破金丹 集成传说中 在他之前 只有通天岛的天尊一个人做到过的 五星天人魂原因 也称是天道原因 天道铸鸡与天道金丹 都让我寿源大幅度增加 远超同辈 这天道原因如此困难 一定在寿源的增幅上更为逆天 此刻右手猛的一挥 立刻就将那天人土魂飞速的收入到自己的水晶魂塔内 天人魂 他取走了天人魂 这百号的目标是天人魂 他到底要干什么 杀了白旗 又以白旗之血开尽之 取走天人魂 莫非他认为 还可以在出来后用天人魂换取五星天手魂吗 祖地外 白家族人 此刻都对白小春这里的行为难以理解 他们设身处地的去想 若自己是白好 在杀了白旗后 那基本上已经算是叛族了 就算是拿到天人魂 也难以承受来自白家的怒火 这是魔争了 这不但是要判处我白家 更是要抢走我白家的天人魂 祖地外的那些祖老 一个个都目中出现了寒芒 可也有一些 知脉的祖老 却是目光闪烁 我看未必 说不定 这白好几杀白旗 这是他们之间的事情 而这天人魂 谁获得了 自然就是谁的 没错 白好若出来后 将这天人魂交出 欲换五星天手魂的话 就说明 他没有叛族之心 在这众人 在这众人 因白小纯 这里的举动 而产生各种思绪时 蔡夫人的 妻后 远夺而起 他必须要死 杀了我的妻儿 他必须要死 不管他怎么想的 这白好必须死 在祖地内杀人 此事就是叛族 那些嫡系主脉的族人 有不少愤恨之下纷纷开口 眼看着四周都嘈杂起来 正在不断轰击石门的白家族长 猛的转身 神色猙獰 严重杀机冲颖 发出了一声咆哮 这咆哮如天雷 直接压过了所有人的声音 以老夫族长身份传告天下 白好叛族 当行神俱灭 清理门户 你一镜逍遥 他的声音 如同龙东之寒 似从牙缝中传出 扩散四方 直接动用其族长的身份 将白小川这里定性为了叛族 与此同时 在白家的弟弟 那座地宫中的密室里 坐在燃烧着绿色火焰蜡烛中间的白家老祖 此刻眼中的幽芒更加的深邃 他似乎没有去理会 一丝一毫外面的大乱 以及来自白家族长的咆哮 他的眼中 此刻只有那石门画面中的 白小川 渐渐的 他那看起来有些昏暗的双目内隐隐的出现了贪婪与激动 他太适合成为我的转世之体了 这白家的天然老祖 到了这一仓穷上阻地入口的开启程度 差不多在有半周向的世界 就可被人打开了吧 白小川心中不由的紧张起来 可却深深吸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右手抬起一番 立刻他的手中就出现了一个橱袋 这橱袋正是白旗之物 在白旗死后 这上面的烙印也都消失 成为了舞主 白小川临时直接扫过 在那橱袋内寻找了一番后 双眼猛的露出金芒 很快的 他就从这橱袋内取出了一枚骨茧 这上面完整的记录了白号的房屋地面上 曾经被人抹去的那些笔迹 十五色火的配方 还有白号推延的感悟 白小川 面现喜色 气息略极 此物对他而言 其价值之大 不弱于天人魂分毫 十五色火的配方还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白号的推延之法 这里面涉及到太多对于炼火 以及炼魂方面的感悟 这些对于白小川来说 可以让他触类旁通之下 能将自己的炼火造诣再次提高 如同通天河区域内的石碑要点一样 将这骨剑收起 白小川沉静下来 他的目中露出果断 至此 他来白家的主要事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 余下的那些呢 也不是现在就可以办到的 如今最重要的 是确保自己能安全的离开 这白小川对于自己的小命 一向是力求稳妥稳妥再稳妥 此刻他明明可以展开 那融入虚无的不死进法 离开这祖地 甚至挪移出白家的大阵 可他觉得不安全 哪怕是离开祖地的刹那 开启他在外准备的煞魂钉 去撼动白家大阵 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应该更稳妥一些 小命只有一次 任何的一次疏忽大意 又或者是自满 都给造成不能重来的劫难 白小川想到这儿 心中有些血 他眨了眨眼后 一咬牙 为了小命 准备的再多也都值得 我出去后 若能有什么办法 使得白家能大乱起来 牵制住白家天人老祖 那么 我就更安全了 白小川想到这里 目光微闪 有了 在我离开前 若是白家下起了天火 那么一定能引起白家更大的骚乱 使得那天人老祖 也都必须要去 先熄灭天火 白小川眨巴眨巴眼 眼珠子不停转动 内心激昂起来 他忽然又意识到 似乎自己可以在临走前 让所有白家人 再看到自己更厉害的一面 这种低调的 去除风头的感觉 让白小川 怦然心动 这样的话 我离开后 白家的那些敌对之人 也会对我兴趣更大吧 白小川轻黑了一声 身体木燃飞出 直接就到了半空中 随着他的飞起 身上的那些白家族人 立刻就胆颤心惊的看去 不但他们目光注视 祖地外的众人 也都看了过去 在这万众瞩目的一刻 白小川情绪更为昂扬了 他觉得自己当年在逆和宗的愿望 似乎在这蛮荒里更容易实现 此刻带着得意 带着振奋 白小川右手抬起猛的一挥 顿时从他的魂塔内就飞出了大量的冤魂 这些冤魂飞出后 立刻就扩散八方 在白家族人一个个都愣住时 白小川右手猛然抬起 向着那片冤魂看似随意的那么一抓 这一抓之下 他的右手如画作了一个漩涡黑洞 瞬间就将一切冤魂传来 在手中猛的一捏 当他打开手掌时 他的掌心内赫然出现了一团 一色火 这一幕 立刻就让山体上的白家族人 一个个疑惑的睁大了眼 外界白家一样如此 他在炼火 如此献熟 虽只是一色火 可居然一抓就来 那些族牢也都目光一苏 法唐大族牢更是心神一阵 他从白小川这一抓上 看出了太多事情 白小川的炼火没有结束 在众人纷纷心惊的看去时 他将手中的一色火挥散开来 吞噬冤魂后 再次很是随意的一把抓来 三色火 五色火 七色火 眨眼的功夫 白小川竟在这天空上炼制出了七色火 随着火焰的扩散 他那次娴熟到了极致 仿佛闲庭信步般轻松的感觉 顿时就看愣了所有人 随即议论纷纷而起 三品烈魂狮 天哪 他是三品烈魂狮 我不意外 可 可他炼制的速度 以及成功率 怎么可能会这么高 我没看错吧 一次性啊 他居然一次性的 炼到了七色火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